湖人专区,新赛季NBA收视率暴跌30%,都是詹姆斯惹的祸。 北京时间11月23号,是美国时间的感恩节,经个没有NBA的比赛。 不过美媒却报道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。 NBA新赛季开始到现在,TNT的同比收视率下降26%,而ESPN同比下降6%。 也就是说新赛季NBA的收视率下降了32%,而统计机构将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,归结于詹姆斯西游洛杉矶。 原来洛杉矶的时差和纽约差了三个小时,如果湖人的比赛在晚上8点钟开始,那么东部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钟了。 比赛按四个小时来算,看完比赛就凌晨两点了,不是非常狂热的球迷怎么会熬到这么晚,毕竟大家还是要工作的可以看得出。 詹姆斯是NBA全美收视率的保障,他的一举一动,确实牵动着太多东西,不光是联盟的格局,还有球队之间的利益。 如果詹姆斯退役了,联盟会不会开始赔钱呢?我想至少会少赚好多当然收视率下降,不光是詹姆斯一个人的问题,还有就是观赏性越来越低了。 新载孝华极力推崇小球风潮,球队得分动不动就是140分,两队合起来260分,这种比赛偶尔来个一次就够了。 多了真的没什么意思,篮球还是有防守的好看,不光老一辈的球员觉得没有防守了,现役球员也公开抱怨防守已经消失了, 以前是群雄窝顶总冠军,现在呢,除了勇士好,想找不出另一个球队,好的球队越来越好,差的球队越来越差,那种肉碰肉,充满男性荷尔蒙的球场,真的只能看路相待。